在后宫甄嬛传取得巨大成功之后 甄嬛体流行民间 制造了一波又一波的词汇潮流 这回余政也打算迎合观众口味 在宫三连城的台词上 狠下功夫 向甄嬛传靠拢看齐 是的整个台词会偏向于 《红楼梦》的味道 会很有质感的味道 会不会让人直接想到甄嬛 对 是不是甄嬛传的东西 没有 只是想说 这样的文字有什么形 凯莱余政是想打造 如同甄嬛传那般经典的作品 她也希望能够凭借这部 吃巨资打造的电视剧 和甄嬛传比较高低 是不是心里暗暗的 就是跌着一笔镜 想跟甄嬛传比较高强 是的 这个是是的 这个是 我从来没有 第一部是那么自信过 我就是要戏红人员 那原有可能超得过 我们还得到 的话在我们心里中 认识是很高的 收视率上是一定能超过的 其他的我就不敢说了 口碑上我们还是要好好努力 余政信心满满 到底自信的资本又是什么呢 之前她的心满笑 江湖雷人巨型雷倒众人 难道不怕历史重演吗 她凭什么觉得自己能够超越 甄嬛传呢 超越的地方 服装啊 自警啊 美术啊 我觉得我一直在超越 剧情本身 剧情本身肯定更加劣 更节奏快 我受不了节奏慢的 我的戏肯定是没有那么多急 我们肯定节奏快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